受到台東影響華人和台東 都有前出政府的保祖 中央設定華人官會對6月開始保祖 台東官就要等到8月才有保祖 台東的官公入職是表示 6月的定房率就已經不到兩聲了 7月辦的氣球則 目前的定房率也只有三聲 台東官議會的官政府在議會是表示 會來推出6月分的官公保祖 將來訪案 在台東待一枚 最多是可以抽到6萬6千塊 台東官議會正在進行官政中這季 有議員這季 華人官台東後官公的保祖 中央設定為6月分開始試試 不過台東並沒有 官府有幾位呢 官府說不可以等中央 6月分要自己推出666項 沒菜中禮的行動 最多有6萬6千塊的中禮金 也要比照花蓮線的一個振興的方案 來補助我們台東的觀光產業 只要注意完就可以來抽獎立旅遊的補助金 那獎立旅遊的補助金 從最高6萬6千元到6千6百元都有 還有一些瑞士球的搭載市郵券 官府表示這項保祖的方案 總中禮金有600萬左右 包括10月6萬6千塊 600的6千6百塊現金的中禮 也還有熱氣球 滋油杯 和多少館頂點摩擦的行動 希望誰全國的民眾可以去台東理由 雜誌說6月分的頂方錄 實際上只剩下兩者左右 多部分民眾都在問說有沒有保祖 如果官府推出這項方案 應該會嚇得很多民眾來 因為現在請問的電話非常的多 從7月份開始像熱氣球或是一些連續假期 其實蠻多客人都在期待補助的一些方式 方案以及內容的一個部分 中央保祖台東管理官說 7月份會有團體保祖1萬5塊 8月份有自由行動租保祖1千塊 已經有涉及購買工 成效有薪水的價 所以官議員要求官府 就要更接近向中央來證書保祖 官府表示 最近立法院政議的事件還有一段落 會重量請立法委員協助證書 繼續總合佛的